去了解它 OK 好 那么在雪梨有哪些建筑你觉得特别会推荐 雪梨三宝 第一个 歌曲院 第二个 雪梨塔 第二个 港湾大桥 港湾大桥也就是12月31号方烟火的那个桥 我还爬上去过 哦 好棒哦 那Hubbard Bridge 其实那个旁边 189块耶 很抱歉是这个澳洲旅游体赞助的 OK 所以其实那是非常愉快的一个经验 OK 现在我们曹军生连价格都记得 我从来都不知道价格 因为价格已经坏好了 澳币耶 澳币现在其实已经节节高升了 对对 没有错 从去年的大概相对是21 22 现在已经到28块了 应该是说从去年的7 8月 那个时候是29 然后到了12月变成23 24 到现在又开始慢慢回升 所以这个中间的差价很大 那既然这个便幅这么大的时候 那在今年过年去澳洲来说 那价格上面会不会非常惊人呢 我应该这样说啦 我讲的比较坦白一点 希望我们老板不要听到 其实去年因为过年期间 他的澳币是贬值 但是旅游社在之前就已经把价钱估出来了 估出来所以他就按照那个价钱卖 所以是有利润的 但是今年呢 你不能再按照往年那种方式在卖 所以今年全部按照澳币 目前的算法在计算在卖 所以往往只好 你算一下只比去年多个大概5000块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了 可实际上旅游社并没有太多利润 旅游社利润更少了 对反而是被这个利润给吸收掉 对因为你看从1比223到1比30 下差很多可是只涨了5000块 所以今年旅游社都很有良心了 OK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选择今年去澳洲来看的话 或许你认为你多付了在旺季这5000块 而实际上其实这5000块 其实是被利润给吸收 对没有错 所以旅游你理解到你赚到了 OK是这个状态 好那么雪梨的 刚刚已经说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 Sydney Upper House 我想对大家来说这绝对不陌生 那雪梨塔是哪一个塔 雪梨塔就是整个澳大利亚最高的建筑物 它的高度是304.5公尺 也是南半球最高的瞭望台 我为什么只能讲最高瞭望台 因为南半球最高的塔是在纽西兰 在纽西兰的澳克兰的那个塔 因为它的尖尖的比较高 是 如果一瞭望的话 雪梨的比较高 是OK 这个雪梨我已经去过了相当多次 雪梨塔我还没有登上去 所以下次我知道 我可以往哪走 那要多少钱呢 我会跟旅游局讲一下 那要多少钱呢 如果吃饭的话比较贵 61块澳币 哇你看我爬那桥183 这个还有一顿饭还61 就相对来说 还好我可以负担 OK 好那当然那个 Hubber Bridge 那个绝对值得一来 那如果大家愿意花这个钱的话 攀爬一下在Hubber Bridge 也是一个 once in a lifetime 非常值得的一个经验 OK 好 那么这个 看到了这样子 不同的形成 雪梨也可以自由行 当然也可以团体来包 但是如果以团体的形象来说 它不可能单就雪梨一点吧 有雪梨定点六天或者七天 那因为现在台湾有飞到雪梨 直飞的班机只有华航 是 长龙放弃了 而且华航很厉害 它一个礼拜有七班 哇是daily 不是 七班不过并不是 每天都同一个时间 它有的时候是早上飞 而是晚上飞 那一定有相当 有这样的客源 它才会这样飞 确实因为雪梨对大家来说 那个诱因非常之强 没有错 对因为包括有很多人去念书 很多人去探亲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 其实愿意去当地旅游 那就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还很喜欢去那边吃美食 对雪梨有非常多好吃的一些 fusion的一些食物 那甚至还有很好吃的中国菜 你绝对很难相信 但相信我那边是有非常好吃的中国菜 所以这么多的诱因 我想今年的这个农历期间 甚至整个春节假期 对不起 寒假假期这么长 大家其实是可以做规划 再来我们来看看墨尔本 墨尔本来说我们的很少独立就变成一个行程吧 因为墨尔本没有直飞 是 所以如果说一般旅行社 如果要做到墨尔本定点的话 必须要转机 不管你是坐华航或长龙 就是要转 那既然转要用国泰转 那一般我们国人听到转机 就异性难三了 就不想去了 OK就会有一点点游移 那么那这时候墨尔本是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呢 可能是配合了雪梨 或是配合 对我们就会配 比如说就是配雪梨 或者配布里斯本 或者三个城市一起来 就你刚刚说的全岚 全岚我们就一起来 OK 然后到墨尔本就以中断班机为主 OK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墨尔本可以去看企鹅 那是不是我们特别要绕到那太平洋的海岸公路那边 从墨尔本开过去大概140公里左右 有一个叫菲利普岛 是 那你不要想说那个既然要到岛 是不是要坐船都不需要 过一个桥就可以了 是 就可以到那个岛 那我很有幸的我也去看 哦 那么 我也没花钱了 糟糕 真好 当主持人好好 好 所以是这个状态 OK 所以其实大家今年可以想象 如果想要有一个温暖的阳光 想象同时能够感受到春夏秋 而没有冬季的感觉的话 澳洲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货车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纽西兰 因为纽西兰现在对我们已经开放了 免天阵 没有错 那么 在这样子 你说 因为在雪林是很热很热很热 但纽西兰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很热很热很热 纽西兰的热比较不一样 一般我们的印象 比如说 热 到了夏天就是很热 三十几度 三十五啊 三十八度那种很热 你要赶快跳到水里面去游泳的 但是纽西兰 因为它的纬度是在南纬 三十八度 一直到四十三四十四度左右 那纽西兰在最北方的那个位置刚好在澳洲的墨尔本 所以它冷 它热也不会热到哪里去 OK 冷就会很冷哦 OK 所以目前来说虽然是它的夏季 但是温度可能也蛮适 因为其实今天那个曹靖先生带来的资料有告诉我们说 大概是二十到二十五度 没有错 很棒 但是非常疑人的一个气候啊 对 而且纽西兰跟澳洲有一点不一样 它几乎就是一个很大的自然国家公园 是 当然有很多小的啦 我是这样形容 那降雨量 譬如一个月三十天有十天有下雨 OK 听到以后一定很难过 怎么下那么多 但是它每次都下两个钟头 都是晚上下 OK 很棒 所以你会感觉 不影响你的行程 对 早上起来怎么地下试试 但是所有的草地都是绿色的 OK 都是绿 因为它的降雨 雨水丰沛 对 OK 好那当然这边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日照非常丰沛啊 是 对 他们日照 可能日升很早 然后日落一直到晚上九点 对 所以你整个感觉 你一天非常扎实 好长的一个白天 回到旅馆 还可以在附近逛一逛 拍拍照 如果是冬天 五点多就天黑了 你回到旅馆只能睡高高 是 这个时候会不会 让参与的旅客 特别的疲累呢 就是说 我们白天有这么多的一个时间 想要睡觉 以及能够真正 深夜的时间这么短 其实还好啦 就是在外面逛一逛 然后超级市场走一走啊 到九点钟回来 或者说曾经有团员跟我说 曹先生 我好累 好想睡觉 没有关系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窗帘拉起来就可以了 就是天黑了 OK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人为的一些设备 然后帮助我们制造一些天黑的氛围 但是如果说你真希望把握着日照很充沛的时间 纽西兰现在其实确实是一个好的时候 没有错 OK 好 那当然纽西兰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地方 我们的纽澳专家今天在这里 当然待会可以做一点很好的介绍 今年寒假期间 对学生 对老师来说是非常愉快 有超过四个礼拜的假期 而在农历春节对所有上班族来说 也是非常的开心 有足足九天的假期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 来自雄狮旅行社的资深领队 同时也是纽澳专家曹军生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年有这么一个长假 那我们就安排一个长城旅行 是 曹军先生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纽西兰 所以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走走 因为纽西兰有南北两岛 对 所以你会怎么样的一个推荐呢 纽西兰除了南北两岛 还有最南边一个叫斯都瓦岛 那个我们就不谈 是 因为那个有开会再去 没开会不去了 OK 那原则上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纽西兰的话 我会建议南北两岛一起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多少的天数了 至少来个九天吧 九天南北两岛也都要一起走 对 当然啊 其实南北两岛 纽西兰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公园 它看的就是自然的风景 没有错 北岛多冰山 南岛多火山 错了说 抱歉 北岛多火山 南岛多冰山 所以北岛我们是火山的景观 南岛是冰山的景观 对 OK 那当然其实一讲到北岛的火山 自然就想到Rotorua 对 OK 好 一个像地狱的地方就对了 但是其实在景观上面其实非常特别的 对 那是很棒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地热区啦 是没有错 第一次去那边的人就以为说 为什么来到这种地方 好像随时都会火山爆发一样 是 其实大家放心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这样的 对 而且洗温泉啊 都很 有很多节目都在那边制作过 是 确实 OK 我再让你羡慕一次 我去北岛的时候也是没有花钱的 好啦 我当时并不是 我是去采七一果 采七一果 对 Tarangga去访问他们那些七一果的一个合作社 一个农家 非常的有趣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可能不在团体的旅游里面 那如果各位自己想要去打工度假的话 到Tarangga你们一定可以找到栽采七一果的工作机会 OK 好 我们继续来游这样子